烧伤案例 2016年7月6号上午11点多 钟先生骑机车在广西贺州姑婆山大道 被另一辆机车撞到 自己的车当场烧毁 左边裤子见到汽油也烧了起来 钟先生赶紧用手扑火 约一两分钟后身上的火灭了 左腿不幸被烧伤 造势者宋钟先生去医院打点滴 听从医生吩咐去药店买烧伤膏涂抹 下午起水泡 家人得知后立即联系小姑前往医院 准备使用原始点 并马上咨询资深的师兄姐等 几个家人商量决定使用原始点处理缴烧伤 虽然姜粉、姜片、暖贴、红豆袋等都有 但是医院不允许自行处理 当时已经起了两个大水泡 伤口难以得到控制 11点前 吉利劝说小姑尽快再到医院帮忙撒姜粉 大概11点半 她带其热源用具到医院 把父亲扶到厕所 用姜汤清洗伤口 撒上姜粉 并用了纱布贴了暖贴 处理完后强行出院 接下来在家里每天给伤口撒两次姜粉 并贴上暖贴 9号傍晚 资深师兄姐带足了姜膏姜粉前往贺州 要求拆开纱布看看情况 钟先生却说 早上撒了姜粉 等睡前再撒一次就好了 晚上7点多终于同意拆开 湿处比较多 用棉签轻轻弄掉一些湿姜粉 散发出一股类似肉腐烂的异味 10号开始 每天至少上三次姜粉 暖贴 姜汤跟上 并做原始点按推 伤口结痂的越来越快 12号一起下了广州 13号晚上还剩下两小处 没有结痂 结痂处都上了姜泥并贴暖贴 可能上得比较厚 半个小时后 钟先生说 辣得不行 自行取下感觉最辣处的一片暖贴 第二天早上起床 说还有辣 并说姜泥可能烧坏了皮肤 不肯敷姜泥 当晚用普通姜糕以及暖贴 14号早上又说姜糕太热 就没涂姜糕 没结痂处 只好继续撒姜粉 贴暖贴 15号之后 白添红豆袋 晚上贴暖贴 开始有点松懈温敷了 一直到17号还是剩下两处没有结痂 苦口婆心说明外热源的重要性 18、19号钟先生主动加强了温敷 20号晚上拆开纱布 终于看到全部结痂 至此他可以自行贴暖贴 周先生一直很配合喝姜汤 补充热源 配合忌口含粮食物 21号起 晚上睡前也没怎么温敷了 结巴也渐渐好多了 来广州后没怎么按推过 23号的换处照片 以下是从烧伤到恢复的照片 可以看看对比过程 第二天 第六天 第十天 第十八天 钟先生是个不善于表达的人 植物了好一会儿 说出 好的很快 值得推广 如果当初选择在医院 可能没那么快康复